好的,这边来到ACE对阵MRC的第二局上半场 不二的上半场了 地图,军工厂 然后ACE这边是搬掉的女巫 小城这边,那个穷者这边搬掉的是佣兵加先知啊 大家玩一手对吧,给你们看一下我搬这两个,但实际上我搬这两个,因为 正式的搬选呢是在那个群里面的 穷者方面阵容是前锋空军咒术调香 图方面选择了红夫人 选择红夫人的话 这套阵容 其实红夫人还是蛮好打的 对吧 那个机械师梅现在被削弱了以后 出场率降低,然后咒术师红夫人不太怕 空军的话也还行,能抓,有开局抓这两个人 调,调师和前锋的话可以放一放,如果说开局能够撞里这两个人 红夫人这把还是很有机会的,就是 开局如果说能遇到这两个,那么基本上红夫人能够以一个保平的姿态往后打 保平真胜 然后穷者如果说给机会给了双倒什么样这样的机会 那么就是慢慢的 会把这个血球滚起来 我们看一下这把到底 开局是如何 主要还是看开局抓第一个人的选择 上面 因为四黑 不是说你想抓谁就抓谁的 比如说这个人不行,我换一个人 你四黑你这个人碰到了 你不想抓 但是他会爆点呢 对吧 直接一切 过来往回找 空军压在里面 刚才第一波镜像是没有拉到空军的位置 这边空军是压着一个猫布 哎 哎 好像看见足迹了 哎 看见了很香 空军 呃 这边是要走小屋 但是镜像已经好了 应该会被夹住 放一个斜角镜像 直接想打 但是这一波有一个回撤步 这个回撤步把距离拉远了 再补一刀 没打中 往前这里有机会了 应该是能打中一刀 打完一刀以后这个镜像结束 15秒以后闪现 咒术这边帮忙下个板 一个弹板 空军走 那我打你咒术 但是咒术这边是有加速 再下一块板子 呃 这里如果说一个镜像能打掉 这个咒术也不错啊 咒术金大防 一个镜像拉 封他的走位 斜角跟过来 但是我感觉依然有机会 咒术师这边一层锅 先点一下 断你一手节奏 再补一刀 咒术师倒地 这是刚才我说的 就是开局抓咒术和抓空军 其实都挺好的 闪现在手 有可能还想闪现打一刀 这边的前锋 板子踩掉 8秒钟以后镜像 咒术师自摸 相对来说会慢一点 看看这边 追前锋的一个节奏 前锋这边是有一个弹板加速 但是耐不住人家有闪现呢 空军这里是已经被摸好了 拉个镜像过来 干扰一下前锋 前锋得拉球走 好你拉球 那我这边就 直接把人挂上 而且是地下室 这波前锋不能来救 要空军来救 空军已经出来了 压在上面 挂在最内 这个地方 空军这把枪就变得至关重要了 应该是看着 然后对 补一刀 好这里有镜像 大家注意这边有镜像 红风可以放个镜像 然后躲在这墙后面打刀 但好像没这样选择 先打 再打 咒术师倒地 再补 想要打一刀空军 追求一个双导 这边空军上去以后应该会回头开一枪 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 对 这样的话那这波救人还算是不错 因为首先咒术师从地下室出来了 空军这边没有吃双导 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前锋那边压着 躲在地上 有耳鸣 看这里会不会直接牵 还是比较的球本 看了一眼 但是这边是个死角 已经看了一圈了 但是没看见 那这边咒术师一个锅 断一下板子 虽然有板子 但是没办法 这里这个位置不行 遛不动 咒术师遛 这个红夫人是真的很难遛 而且这边镜像 刚想说这个镜像已经交掉了 这个位置你直接牵 那前锋应来了 一刀再次 一个镜像打两刀 咒术师反复去世 这咒术师有点惨 前锋球还有三分之一 还能干扰 还能干扰 拉球走 但是拉的球不够多 补一刀 破翼加速已经开启 前锋走了 但是这个镜像一投 前锋得交球 而且得交一个横向球才行 不够 前锋倒地 一波双倒 这一手前锋这边 牵制的时间是够了 但是把自己折进去了 还是很亏的 因为外面的电机不太够 首先空军那边枪已经交了 空军慢血 红夫人这边挂上人以后 要救的是条尸 条尸来救的话 两台机 空军还在摸这个前锋 好像被看见了 被看见了 这里想牵起来 那边 条尸应该是能够救下咒术 这个时间点应该是能救下来 比起你去驾驶 而且条尸是交掉了自己的薄命 咒术师这边呢 马上能有一个三层孤 我觉得这个时候条尸可能跟咒术师会去杀包废墟 两个人把这个咒术师摸满了 再来打 空军在这边耳鸣压一压 没有 这两个人选择在哪里 他们选择好像到中场 中场这边 反正在等 现在在等薄命 薄命结束以后 先把咒术师摸满 中场术师摸满以后待会两层孤 你红缝打我一刀三层孤 往你脸上一冲 交一个大 交一个大孤 我至少还能多溜一会儿 但是这边这个前锋可能就要被卖了 前锋因为没有人能有能力再来救他了 你那边摸满以后过来 实际上也来不太急吧 这边是刚刚没看清楚 是那个空军去摸的人 然后条尸压在这里 条尸压在这里应该也只是压一压 不太可能去救了 这地压是救 条尸蛇在里面的话 这把就直接倒两个 而且外面的人也救不了了 就压着你 不让你动 反正我们那边的血线摸满 然后给你保瓶打 想的非常清楚 冲者这边思路非常清楚 红缝人这边的弯的 虽然说杀杀的很快吧 但毕竟被这样压着 一点办法没有 他刚才也没有交一个镜像 去外面找人 因为他不清楚当时的穷者的位置 交一个镜像空了 也蛮亏的 而且这里的条尸 这个位置躲的有点好 这位置躲的 到现在都没找到人 猴夫人 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他真的很多问号 这人呢 一直有耳鸣 好 现在我们看 那个剩余的电击 宙术师应该是不太敢修的 因为宙术师 虽然说有两层菇 将近三层菇 但是他这边是一个上挂飞 这边打一刀 宙术师再斩一层菇 看下电击 有闪现 可能要闪现拿了这个空军 再看再看 还是觉得要来管电击 找到这边宙术师 宙术三层菇 先拉开 但是红夫人这镜像 应该是正好贴到脸上 先打 这时候这个菇就没什么太大用 这就是红夫人 为什么不是那么怕咒术的一个道理 就是如果说你用镜像打的 这宙术师就是 对吧 没地方 没地方使劲 好 这边压过去一个上挂飞的咒术 找到咒术的话 就三杀起步了 看一下电击 由于电击 咒术师这边是一台遗产 我们看条件事还修得差不多了 空军这边 一个弹板加速过去补中间的 中间这台是遗产金 应该是修了一半都多了 就看能不能 咒术师能不能躲过这个镜像 这个咒术师现在要6的话 他得往红夫人脸上贴 或者说让红夫人找不到你才行 一半 这边拉镜像过来 能不能打中 打中两个人都是满血 比较讨厌 但是这个咒术师无论如何 现在不敢修机了 闪现交调 那应该要切了 切什么 切传送 没有切插眼 觉得电击已经修得差不多了 切插眼可能守不住 不如切个传送 然后马上传送拖出来 开门站的时候 有一个掏底的 门口捞的机会 两个人又开始互摸 咒术师空有一身本领 用不出来 但是能摸满的话 穷者宝皮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一个五层咕的咒术师 你不过来 对吧 我就大不了吃你镜像一刀嘛 然后我通过走位 不让你吃第二刀 拿个镜像过去 好像能够找到咒术师 完了 算上去 那个溢出的咕的话 应该有六层咕了 六层还是七层了吧 直接挂飞 电机 被压得死死的 那边重修这台 现在才刚修到三分之一 看着电机在动啊 等着镜像 就等这个镜像了 看看远处 瞄准 准备 拉好距离 找位置 压住 看 一刀香水回 两边 对吧 神仙打架 各锈各 这里空军 23秒以后 还有一个传送 感觉这把 三杀起步偏向于四杀 这个局偏向于四杀 这两个人已经修完电机了 这两个人修完电机了 看看这边小城 怎么来完成这个四杀吧 因为现在有个传送 捏在手上面 真的 你怎么修机 再给空军把枪都不太够 除非这里就是这个半血调食六的飞起 然后红忽然还上头 直接传送过去了 传过去这边一个弹板往外一拉 一个镜像 你这个空军就得倒 倒完以后就慢慢自摸吧 一刀倒地 主要调食态电机也少 牵起来 这个牵的动作就是 因为我知道你 看过电机 然后知道你调食的一个准确位置 那么我是怕你万一电机好了 对吧 我过来你把电机点亮 那这时候两个人起来就要跑一个 我这边已经明确你的位置了 牵起来挂上以后 直接这边守着就行了 一刀 香水再回去 不浪费 本着不浪费的原则 把所有道具用完 那这边 Miracle也是顶住了压力 完成了一波四杀的反扑 看一下下一把 这个 AC的屠夫 四色能不能够 对吧 打一个四杀回来 如果说 但是我觉得Miracle这把就是 选择就是 最稳的 然后跑一个都行 然后把这个大分线拿下 那么双方第一局会 前两局会打成一比一 然后第三局就谁赢谁就赢 平局就不考虑了 对于Miracle来说 毕竟是两只非常强的队伍 在这种局面下 能够顶住这样的压力 完成这波四杀 非常的不容易 我们稍使休息 看下半场比赛